请教一下爱富玉老师 十二星座的人 2023年哪方面的运势要小心 可以携带哪些开运小物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星座的题板 2023年十二星座的运势提醒 跟开运小物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部分呢 大家也可以把这个屏幕拍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内容呢 其实是对你一整年都有帮助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太阳跟上升星座 首先在这一组的部分 如果说观众朋友你是金牛座 你是双子座 你是巨蝎座这一组的话 那么我们今天来宾呢 这个于祥全的太阳跟上升 都是处女座 我们景文的太阳星座是双子座 上升星座是摩羯座 那么景文在这一组有上版 我们来推荐一下景文 在2023年的运势的部分 事业当中可能会有一些压力 你的开运小物呢 是属于舒缓的金油 这个部分是推荐给你的 那么舒缓金油的部分 怎么选择很简单 你呢去找关于这个 花果类的金油 或者是木头类的金油 其实对你来讲呢 在2023年呢 都能够起到一个舒缓 精神的这个状况 那么对于这个金牛座 双子座 以及巨蟹座朋友呢 2023年 最想要改善 最想要突破的 其实是在你的事业的部分 你希望你的事业呢 能够有一些新的展获 或者是新的一些突破 那么当你在付出 在事业当中的努力当的时候 有可能会遇到一些 大环境的挑战 但不用担心 你只要努力 就会有收获 那么当你真的觉得 挫折很大的时候呢 舒缓金油 不管在头部啊 还是你的手足 把它这个温热的 搓揉一下 那么吸一下 这个金油的正能量呢 其实对你来讲 都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我们来看第二组的部分 太阳跟上升星座 如果是狮子座 处女座 还有天平座的朋友 我们朵铃哥这边有上榜 还有翔犬的这个部分 是处女座 那在这一部分呢 2023年的提醒是什么呢 是交通要小心 那开运的小物推荐呢 是绿松石 那么在这一组的部分呢 狮子座 处女座 以及天平座 在2023年 可能会有我们说的 车官的问题 那车官的部分呢 就是说你自己平常开车 要更为小心 还有就是说 如果说你车辆 已经超过了 保养或保修的年限的话 记得呢 这个钱不能省 一定到这个原厂去 给它检测一下 该换的零件要换 那么绿松石 是什么样的一个开运物呢 在西方人认为 绿松石 它是跟旅行有关的 幸运的石头 那么如果大家喜欢看 欧美的影集的话 很多欧美的女士 或男士 都会在自己身上 带沉串的绿松石 它是属于幸运招财 而且呢 也是帮助旅行的开运物 所以这个部分呢 推荐给 狮子座 处女座 还有天明座使用 那么第三个部分呢 这一组有 天蝎座 射手座 还有摩羯座 我们的雅安姐 这个部分有上榜 是天蝎座 还有呢 我们的景文的摩羯座 也上榜了 那么在这一组 2023年 要小心什么呢 是爱情要谨慎 那么推荐你的开运物呢 是金属的尾界 那么大家都知道 金属尾界是防小人 有时候你爱不对人呢 这个情人呢 也可能会是你的小人 那么爱情要胜选呢 意思就是说 在这三组星座朋友呢 2023年可能会有感情的机会 也会有感情的纠纷 所以你在选择对象上面呢 不要去选特别漂亮的人 不要选特别帅的人 什么意思 选择比较丑的人 选择比较稳当的人 安心的人 比较有钱的人 你敢败你乖 不要太贪慕对方的外表 如果说那个漂亮的人呢 可能呢 对方也很多的追求者跟竞争者 可能会造成一些压力啦 整体来讲 金属尾界推荐给你 再来看第四组的星座朋友呢 是水瓶座 双鱼座还有牡羊座 在这一组呢 十二星座的提醒呢 是关于交友要谨慎 那么推荐你的开运小物呢 是虎形的玉佩 这个交友要谨慎是很重要的 这个交友呢 贩子所有跟你生活当中 人际关系当中 会出现的 不管同学啦 同事啊 朋友啊 邻居 其实都要小心啊 大家回顾一些社会新闻 很多一些这种邻居的纷扰 其实都会打到 就是头破血流 或者说你物交损友 被人家陷害 或者是人家推荐你到哪里去工作 结果把你囚禁起来 这都是朋友的运气 反而把你带晒 或者是影响到你 所以呢我们的水瓶座 双鱼座 牡羊座 交友的部分要特别小心 那么虎形玉佩就代表说 把这些不良的损友 排除在外 这样子呢 你的运气就会越来越好 以上呢 给大家做参考提醒 那翔泉你现在真的是国民舅舅 那你跟小朋友 现在姐姐小朋友几岁 小朋友现在刚满 他刚过完生日五岁 弟弟也刚过完生日满生日 哇 你几块了 对 他们懂不懂事 其实 我跟你讲 一开始的时候 他还懵懂 半懂 他开始知道 妈妈 是我们有跟他讲 妈妈去世 我们有跟他讲 妈妈去世 可是他可能不懂说 妈妈去世 你们没有一个 现在的讲码就是什么当天使 对对对对 当天使啊 一定还会看着你啊 可是他前一阵子 他就有意识到说 妈妈不会回来了 所以他那时候 我爸妈打 视讯电话给他的时候 他是 他是那种 不要 我不要 就是 一直跑一直跑 他连看到我 他这么爱我 他连看到我他都是 不要 我就绝绝抱一下 他就不要 然后就 就脸是那种这样 然后他原来会我去 他也是那种 就是有点 他那时候 那时候 可是过生日就好了 就是他 小孩子嘛 因为他 他其实 其实陈老二是懂事的 是 对他很聪明 然后 然后他那时候就是 他妈妈生病的时候 我干妈跟干妈嘛 小时候跟着那个干妈 他就偷拍他 他坐在沙发上 一个人坐 那时候还不到 大概四岁多 还不到五岁 就坐在沙发上 哭 一个人坐在那边哭 不给人家看 就半夜的时候十一点 他坐在沙发上哭 所以他是很懂事的 嗯 哇 所以他现在 然后现在园园会 然后大家的妈妈 全部都去了 哎哟 然后我变成 你知道他就很尴尬 他就 你家谁去 我 我 跟柔柔 还有他爸 哦 然后他就有啦 我们很多人陪他 可是他还是觉得 一定有差的 他以前每天晚上跟我二姐 也是牵着手 这样说妈妈 妈妈我要牵手 然后他就牵着我二姐的手 还能睡的 所以你看他现在 哎哟 天啊 笑的反而可能没有那么 没有印象 没有太多的印象 可是乐乐是 二姐一手带大的 那现在怎么办 怎么 因为他这个心里 一定有创伤 我们现在就是 也是尽量就是说 让大家开心 就是说比如说我带他 我就带他去玩 我就带他去动物园 就以前二姐体育不好嘛 她生病体育不好 很多地方她没 她说要带他去的 没有带他去 我现在都一直带他去 比如说你要去游二游 我带你去玩 然后去动物园 大家去看动物 然后就是 他想去哪里 我就带他去 买礼物走 小朋友会不会抗拒 在他面前提到妈妈 其实 其实不会 因为有一阵子会 有一阵子会 他看到他妈妈就 不要 不要看 因为他觉得 不能接受 会心痛啦 会心痛 会去躲那个心痛的感觉 因为看到你们都是跟 那个心痛会有关联的 对 所以就会想躲 很心疼耶 尤其今年 尤其今年是第一个 他生日 二姐不在 第一个他生日 二姐不在 然后我们就 其实我们全家都是这样 就是 唉 那种感触就很深 你知道吗 然后把他以往 他每一年的 因为你这一年 你飞出就会回顾嘛 他就会跳出来 啪啪啪啪啪 一边一个一个跳出来 你就想说 为什么今天二姐不在 你还没有办法接受到 这有时候 这家人 你除了顾小孩 那你姐夫的心情 你也要稍微留意一下 有啦 有啦 我们还有带两个小孩 我都有陪他出去啊 我都有陪他出去 然后主要是 讲真的主要是二姐 走了真的太突然了 很突然你知道吗 因为 因为他 我们他住院的时候 我们全家都以为 他可能只是像以前一样 进去一下下 然后就出来了 然后状况也是 我们看到其实也是 没有到说好像 真的好像要很差这样 对 只是说他渴血了 可能里面有点发炎嘛 然后进去了 那我记得他 走的那个前 那个两天前 我带小乐去 去游泳 去游泳 我去游泳 我带他去游泳 我带他出去玩 我带他去山上游泳 然后二姐在住院 然后他还视讯开着 他就这样看 我开给他看 他看陈小乐 看了半个小时 就这样看看 看了半个小时 看他游泳 结果两 就过了 才过了两天 就 所以才会意识到好像 那一刻我们才意识到说 好像真的人的 无常 生命是 生命很脆弱 是很 真的很 真的很 然后我们 我爸也是很无助 就是他在病房 他说他那一刻 他永远一生 他都忘不了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不知道怎么办 他救不了他 最痛的哦 还是妈妈 一定 对 妈妈 那你姐姐这个当妈妈的 他要离开了 他先 缺席了 他最爱的是什么 他跟你交代了什么 他说照顾好爸爸妈妈 然后帮他看那两个小的 他很担心那两个小的 他叫我一定要看那两个小的 然后他叫我要 认真努力 他就叫我要认真努力 就一定要加油 那我就照他讲的做啦 他也有交代柔 他说柔柔很好 他有说 因为他跟柔柔感情是好的 他很喜欢柔柔 是 对 然后说柔柔柔 把这个担子交给你 表示你撑得起来 对 所以他要你更好 而且老全面 他希望我更好 从老的到小的 通通托付给你 对 对 你 加油 你会觉得压力大吗 没有感觉 那时候 姐姐走了 我就 我就 我就照那个 照他说的做 照他说的我就做 对 没关系 我们老师真的会帮你加持 好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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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